大家好 本影片有两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就会讲一下怎样可以省点洗 来帮Spotify户口交月费 第二部份就会讲一下怎样用预付卡 帮Spotify户口增值 虽然要省点洗,但我们都要过一个优质的生活 如果喜欢听歌的话,都应该知道什么是Spotify的 歌曲及音乐串流服务 以前我们只会用唱片或CD来听歌 现在大家都可能用了串流服务 一个月基本的月费是58元 有齐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歌曲 其实都十分好用 在交业费方面,我们可以用Google Pay Apple iTunes 信用卡 或者预付卡 如果用信用卡的话,就可能要收取1%的额外境外交业费 虽然不多,但很不高兴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用信用卡 在便利店买这个预付卡 不用付1%的交月费之外,还有不同的信用卡优惠 我最近用这个MOS的信用卡 在CircleKate买 就有5%的回赚 一前一后就省了6% 买一张340-18元的卡,可以用6个月 就要17.4的回赚 可惜这个MOS的5%特别优惠 在今年的1月31日 就会到期 如果大家有的,就快点用吧 第二部分,想和大家看一下 如何用预付卡,帮你的Spotify回口增值 首先 我们要 刮去银色的遮盖橙 看到13个字的启动码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Spotify的用户网站 登入你的Spotify的币 接着我们就去到这个redeem的网页 在这里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13个字的预付卡启动码 记住 不需要空格 0或者old有时都很容易看错 如果试过0的话,就可以试一下old 在启动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收据的网页 这样,我们最后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启动的预付卡的资料 再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个收据的详情 包括日期 和银马 最后 在这个户口总结的网页 我们就看到月费 已经交到今年9月 以后 我们就不用每个月交了 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